草原已经被土拨鼠占领了 好多呀 有大的有小的 这些洞都是土拨鼠 弄出来的 前面的还有个大的你看 草原上的狼狐狸都基本上没有了 所以鼠患成灾了 他们严重破坏了草原植被 我听当地的牧民告诉我 这个东西是有细菌是有传染病的 就是家畜啊 他们的藏鸥都不会去靠近这个土拨鼠 本身鼠疫 现在我在213国道上 去往德令哈的路上 我要去芒芽 我要去看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 现在还在甘肃的草原上 现在正式进入青海地界 这个是什么羊 山羊 他们穿着厚厚的棉袄 小花非常的不淡定 小花非常的不淡定 我好累啊 我不想走了 就这吧 天终于放晴了 小花呢 他怎么跑就怎么跑啊 我就在这我也不叫他了 怎么也丢不了了 这这样随便了 让他飞翔吧 自由的奔跑 这是我今天的住车地 因为刚下了雨的原因啊 地上还有些泥泥泥 然后 还是有土之还是有些松轮的 关系不大 我想在这住两天吧 哎呦干起来了 小花和牦牛干起来了 要去招人那牛干嘛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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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哪吃了一嘴土呢 花 花 花 给他一块面包 你看吃的一嘴都是土 草原上气温很低啊 嗯 嗯 十 十来度 所以阳台就不开了 反正那块太多了 这椅子好像有点坏了 我买了一个新桌子 还没到 寄到德令哈 因为这张桌子 太笨重了 这是从厂里拿出来的 我们米叶房车的接待用桌 当时 没什么钱了 没买 省一点睡一点吧 这次我买了一个很漂亮的桌子 今天出太阳了 今天出太阳了 但是依然有风 依然有些凉 外面真漂亮 这个水桶我没舍得扔 因为它可以装十升水 我把它用它来做水桶 看我都穿上了羽绒服了 怎么样 这是我最喜欢的羽绒服 开了一会儿的车 腰很酸 现在睡一会儿 趴一会儿吧 躺得对我的腰最好了 躺在床上晒太阳的感觉 躺在这把腰晒一晒 好舒服啊 好暖和 正好烤着腰 天空真的好烂啊 好美